在疫情背景下 今年进博会 医疗器械和医药保健展区 成为最火爆的展区之一 不少跨国医疗医药企业 带来了世界首发中国首展的 创新医药还有医疗器械 同时还发布了 在华加快投资布局的计划 系列报道 全球CEO看进博 我们今天记者专访了 瓦里安全球资深副总裁 兼大中华区总裁张晓 和武田治药全球高级副总裁 武田中国总裁尚国宏 来自美国的医疗系统公司 瓦里安占有全球一半以上的 肿瘤放疗市场 张晓表示 去年进博会后 深刻感受到展品 正在加速转换成为商品 从上一次进博会来说的话 我们一共签了43个协议 就是购买一项 然后再到今天这个时候的话 已经差不多接近60了 所以益助效应还是非常快的 比如说我们去年的一个旗舰性的产品 我们的速光刀 在11月28号 我们就收到了中国药监界的批准 能够上市 所以很快这个产品就真正变成了商品 能够在中国的好多医院 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在安装了 比如说上海的瑞金医院等等 受到金博会溢出效应的鼓舞 瓦里安今年带来五大抗癌利器 包括中国首发的可以精准打击身体各部位肿瘤的升级版速光刀 以及可以输送到肿瘤附近释放药效的超细微炸弹 栓塞载药微球 我们在瓦里安的展台看到了他们在亚太首发的最新产品 Probeam 360 由于它的占地面积有一个标准网球场大小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它的模型 它可以通过升级实施第三代质子技术 Flash闪射 与第二代质子技术相比 它的能量提高了72倍 治疗的时间从每次50秒左右 缩短到每次0.2秒 治疗的次数也从2、30次缩短到1到3次 由于效率的提升 它的治疗费用也在下降 它可以为一些癌症患者 包括一些癌症晚期患者 重新点燃生命的希望 未来两三年 当它完成临床试验之后 将有望进入中国市场 有239年历史深耕中国20多年的跨国药企 武田之药 在今年进博会带来了750平米双展台 展示在肿瘤 消化 罕见病和血液制品等 核心领域的丰富产品管线 在过去的两年里边 已经陆续地获批了5款创新产品 既有进博会的推动 也有整个相关部委在加速开放 加速改革的这些 锐意进取的一些措施 去跟国际接轨 鼓励创新 提升质量 提升可及性 去加快了这些创新药 在中国审评审批和获批的速度 加快让这些创新产品 可以更快地被国家医保 所覆盖 更快地让患者 能够支付得起 使用得上 疫情期间 不少跨国药企对华追加投资 其中就包括瓦里安和武田制药 今年3月 第一台中国产高端医用直线加速器 出BIM下线 这是瓦里安北京基地 今年新增的产线 标志着北京基地 超越集团总部硅谷基地 成为了瓦里安全球 最全产品线的研发和生产基地 我们一直认为 整个商业和经济 和制造业的全球化 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我们对中国的营商环境 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们毫不犹豫地 在疫情期间 把我们在去年进步会的时候 决定说要继续投资 又扩大了一倍 在这个概念上 已经使得我们在 这个中国的工厂 能够达到了我们公司内 最大最全面的研发生产基地 我们预计2021年 我们的出口量 可能会增加40% 今年9月 武田投资1.1亿元人民币 扩建的武田天津工厂 正式竣工 将聚焦肿瘤和消化领域的 药物生产 加速创新药品的生产 和供应布局 预计未来5年 武田将在中国上市 超过15款以上的创新药物 汇集超过1000万中国患者 成为上市新产品最多的 跨国药企之一 在这次的进博会上 我们也会正式地发布 叫做五具未来 Aspiration Plan for China 在未来的5年的投资的计划 我们会带来更多的 15款以上的创新产品 大部分都是first in class 或者best in class的创新药 在肿瘤 罕见病 在消化 然后也包括神经领域 在过去我们是属于 叫追赶的阶段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叫做全球同步研发的阶段 这个是跨国企业 在中国三十多年以来 梦寐以求的事情 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预知症之后 就行了